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 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实力是一个整体 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 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实力 比如说肝应春 心应夏 肺应秋 肾应冬 而唯一有这个脾 内经认为 脾跟实力关系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叫什么呢 叫脾主食 也就是脾主肠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什么 脾不读主食 也就是四季什么时候都有脾土 我们先说第一个 脾主肠下 肠下是什么季节 内经当中又称为迹象 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 那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 热 而且呢 雨水比较多 所以成为什么 是又湿又热 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 最容易导致什么 最容易导致我们讲的是叫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